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 我是老五 今天这一期呢 跟大家讲一个好事啊 今天讲一个好玩的事 来了 来了 那个台湾提着他的伴手里来了 台湾东礼貌 台湾真的东礼貌这个新闻 什么新闻呢 这个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说的 哎 我们像美国啊 我美国这么帮你台湾 我跟你用台湾的名义以外做了一场这个民主峰会 你知道吗 我们得对对抗那个独裁与专制 对不对 你台湾也受邀请了 然后台湾问题现在是全世界啊 最大的问题 天大的问题 我们全世界都特别的关心啊 台湾的问题 台湾你这个时候你有什么表示啊 你得懂事啊 对不对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 台湾你得懂事 但是呢 你知道吗 这个事情啊 我真的是没想到那么的快 真的是没想到那么的快 前两天的事情啊 我跟大家说啊 台湾要懂事啊 要提着伴手礼过来 没想到今天就出新闻了 今天这个新闻啊 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 读一下啊 非常短的一个新闻 是啊 英特尔的CEO啊 将赴台湾和台积电高管会谈 英特尔和台积电高管会谈 看起来啊 这是两个企业之间的会谈 结果呢 形成了一个国际的政治的新闻 大家不觉得奇怪吗 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个经济的新闻 怎么就成了一个政治的新闻呢 原因很简单 英特尔和台积电到底谈什么 咱们读一下里面的新闻啊 消息人士透露啊 英特尔首席执行官辛格 下周将到台 将到访台湾和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马来西亚嘛 也有很多的芯片芯片的一些厂子嘛 马来西亚的芯片行业做的也还不错 然后的话 据彭博社报道啊 知情人士还透露 据辛格此情包括与台积电高管会谈 英特尔既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造制造服务 又计划在所谓的代工业务中和台积电竞争 这对于辛格来说啊 是很难拿捏的平衡 然后这是辛格自今年早些时候 执掌英特尔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 而且他还在公开游说啊 美国政府将美国芯片行业资金 只划播给国内的企业 他此前表示啊 海外制造商 例如台积电和三星电子 这两家公司都有在美国建厂的计划 但是呢 他们不应该从芯片法案中获得资金 目前该法案正在华盛顿讨论 而且辛格认为啊 先进制造集中在台湾是美国的一个战略风险 看明白了吧 非常短的一个新闻 大家明白了吗 这个英特尔跟这个台积电是有竞争关系的 然后的话英特尔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造服务 新闻那么短 你知道吗 关键的一些句子都那么的关键 你看都直接把英特尔心里面想的事情都已经写出来了 那么你好好的穿着那个衣服 不要脱光了给大家看 你知道吗 大家虽然说你穿着那个衣服 大家也能猜出来里边那个那些东西到底啊行不行 然后的话你就算是这种情况 你还要把这个衣服脱下来给大家来看 最近呢 这些世界的新闻都是这个样子 那个真实的让你觉得真的是特别的low 英特尔既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造服务 又需要跟台积电竞争 英特尔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造服务 按理来说 台积电应该是比英特尔要先进的 对不对 英特尔虽然说在台式机的CPU领域啊 那是全世界第一份的 但是的话 台积电是在手机啊 芯片领域那是全世界第一份 也就是啊 那个什么 那个小制成的那个芯片行业里边 台积电可以算是第一份 按理来说 手机是未来 台式电脑现在是越来越往后退的那么一个程度吧 一个先进的一个台积电 被一个不那么先进的英特尔需要 大家不觉得很怪吗 这些新闻 为什么我说都把衣服脱了给你看 英特尔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造服务 那就是英特尔想要把台积电融进来呗 所以说英特尔来台湾跟台积电来谈 谈什么事情啊 就像之前跟大家说的啊 5纳米厂整体整个啊 搬到美国呀 对不对 5纳米那下边还有3纳米还有2纳米呢 对不对 你这些制成那也是未来可以赚钱的 英特尔然后的话 那虽然说啊 有些制成是可以做了 但是3纳米2纳米 英特尔也很需要啊 对不对 英特尔也是美国公司啊 对不对 英特尔也希望未来能够赚钱 英特尔这个时候就要来了 你真是按照商业的逻辑 按照经济的逻辑 你一个落后制成或者说落后科技的一家公司 而你跟一个先进啊 代表着先进制成啊 先进的一些一些公司 能够赚未来钱的一个公司 你跟他来谈 我要把你合了 你不合逻辑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 大家发现没 这个世界的新闻现在很多这种不合逻辑的新闻 可是就这么硬生生的摊开在大家的面前来看 为什么这些不合逻辑的事情发生啊 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啊 所有看我今天视频的一些台湾的朋友 你真的是要自己好好想一想 这样我直接跟大家谈的 刚才跟大家说的吧 美国啊 民主峰会啊 什么啊 全世界的 全联合国的成员国啊 号召团结起来 让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参加联合国吧 这么多硬话都替你台湾喊了 然后我还保证啊 不让那个什么大陆武统台湾 我保证了啊 这么多的硬话都喊出来了 你得拿点东西出来吧 今天我说的 如果没有利益 真的是民主自由的同盟 什么事都能做吗 这我说的 那个蔡英文如果敢出来喊一下 我不买美国的武器了 不买美国的军售了 那我 你看一看美国还把台湾当自己人吗 你就是那个独裁有专制的 你知道了吗 定义权在谁手里面 你美国大人手里面呢 所以说呢 你好好想想这些问题吧 这个时候你就把你自己的伴手里拿出来吧 台湾这个地方 很多的事情都是非理性的一种状态 从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啊 那个蒋介石到台湾之后 国民党那个时期 你也可以说那是冷战后期 然后所以说呢 冷战时期的那个非理性的一种状态 不正常逻辑的一种状态的一种延伸 导致台湾岛上很多的事情啊 都是非理性啊 都是不合逻辑 恨大陆恨的不行 但是的话这种非理性 这种没有逻辑的事情 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呀 民进党政不一样在这样吗 两岸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对不对 然后的话那美国天天的啊 那个五纳米厂从台湾挖走 然后的话台湾你来点军售啊 买点我经典款的武器 每准一二百年以后能够涨价的一些武器啊 收藏起来 那都是好东西啊 成天干这些 天天还得喊着美国最好 美国最棒 美国是爱我们的 美国最爱我们 你这合逻辑吗 这合理性吗 对不对 有点理性的态度吗 有点符合逻辑的一些事情吗 没有 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来了吗 你英特尔明明现在是一个看起来跟台积电啊 那个竞争关系啊 你竞争起来就有点竞争不过台积电的一种状态 这个时候说了 我需要你台积电的先进制造服务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啊 整体非理性啊 到底啊 这个非理性会损失谁的利益呢 就像我说的 我跟你喊两句硬话 对不对 我替你台湾喊两句硬话 我们民主的大会 你是我们民主自由同盟里面重要的一员 我们一起来对抗那个独裁与专制啊 我们对抗那个独裁与专制 这硬话我喊了吧 办手礼啊 台湾你得懂事啊 对不对 你得懂事啊 他就跟英特尔谈一谈 谈一谈嘛 对不对 你的先进制成 你怎么样能够好好地让这些商业的东西过渡到英特尔那边 对不对 我们同盟啊 对不对 我们自由与民主的同盟啊 对不对 我们同盟得你好我也好 对不对 你得让美国人好起来 你不能想着你自己好啊 台积电 对不对 你自己好了 你自己占了全球市场的百分之五六十这种状态 然后的话你得分点给英特尔 不然的话自由与民主的同盟会受到伤害的 而且英特尔又是自由与民主同盟 我们的那个老大哥啊 那个老大哥 他的企业 英特尔如果他自己不行的话 老大哥不就受了伤害了吗 所以 所以啊 这个时候你要出来做什么 你拿一般的半收的也不够 你得拿出家里边最好的东西啊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 嘿嘿 台积电嘛 就像我一级来跟大家强调那样 全世界啊 其他那些国家都盯着这一块呢 包含之前立陶宛不样 不同样也如此吗 立陶宛 哎 我跟大陆啊 那个死客了 台湾是我的好伙伴 我支持台湾 台湾好棒 我们给台湾的办事处改名了 我们改名了 你看看我们最支持 最挺台湾 结果呢 哎 我跟台湾 那个台湾那个台积电 要可能在立陶宛设厂了 立陶宛这种小国 这种小屁国都能要挟台湾呢 台积电愿意去立陶宛设厂吗 立陶宛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是人才足够多呢 还是水电足够充足啊 别开玩笑了 好吗 所以说呢 这些事情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世界 整个世界 尤其是台湾 都是一种非理性的一种状态 脸都不要了 对不对 你穿着那件衣服 可不可以啊 台湾人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什么叫理性 什么叫合逻辑啊 这就是理性 这就是合逻辑 对不对 然后台积电继续的往美国那边送 跟英特尔合了个坐 就像我意识的跟大家强调 如果说台积电真跟英特尔 把先进先进制程给了英特尔 然后的话 英特尔起来了 台积电不行了 台湾还有任何的 对于美国人来说 还有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吗 如果台湾没有利益 能够让美国人搁这层韭菜的话 那台湾的未来会如何呢 总而言之啊 我相信啊 我希望啊 每一个大陆的朋友 这个时候团结起来 大家要为台湾加个油 要为台湾加个油 台湾你得懂事 你得拿出自己的伴手礼 这是一个做人的 一个基本的态度 希望大家都一起 要告诉台湾人这些东西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人家都替你喊了硬话了 对不对 人家给你喊加油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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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你喊了这些东西了 你这个时候 你得把自己的礼物拿出来 不然的话 你让别人给你喊加油 喊的没有底气 对不对 你让大家 你不是喊了心了吗 对不对 人家给你喊加油了 你什么都不拿 你不让喊别人的心吗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台湾一定要懂事 一定要有礼貌 一定要做那个 充满礼貌的台湾人 对不对 别人给你喊加油了 把台积电拿出来 给别人就完事了 对不对 你不能说啊 把台积电收着 还什么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 对于你来说是好事情 对于人家来说 不是好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人家都帮了你了 人家都给你喊加油了 你还不把自己 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开什么玩笑呢 对不对 加油啊 加油啊台湾人 做一个懂事的台湾人 这就是整个世界 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有些事情真的是这样 我自己都没想到 来的那么的快 前两天刚跟大家说完 这个台湾要准备办手礼了 包含了跟大家聊 民主峰会的事情 台湾要把自己的办手礼 拿出来了 要懂事了 大哥这个时候号召 一帮兄弟都来支持你台湾了 你台湾参加这场 胜利的大会的时候 你一句话不说合适吗 对不对 你低着头 低着头不吭声 合适吗 这个时候大家都等着你 对不对 大家都等着你 你赶紧领点东西出来 不然的话 你不就剥了大哥的脸面了吗 大哥都替你说话了 你一个字不说 你当小弟的 有这么当的吗 对不对 台湾 之前我跟大家说过这些 结果呢 两天三天之后 办手礼又拿出来了 哎 加油吧台湾 对不对 加油吧台湾 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方向的 自己去判断 就像我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那样 谁在穷台 谁在穷台 对不对 穷台之后 反正是啊 我觉得也不是个坏事情 很多的啊 天天 我跟大陆拼了 我跟大陆拼了 这些小朋友呢 你的未来在哪里 自己好好想 就完事了 未来啊 看一看菲律宾 对不对 菲律宾当年也是一个有钱的地方啊 受教育程度都普遍的高 结果呢 结果呢 被美国人割了一茬韭菜之后 只能当飞庸了 啊 那个素质极高啊 英语说的极好啊 就因为国家以前有钱过 那个教育做的好 所以说呢 很多的菲律宾人英文程度都高 对不对 就是因为这种英文程度高啊 大家都有了一份 充满了发展前景的一项工作 对不对 当飞庸啊 看看那边 咱们这茬韭菜 那得给它割下去 台湾的年轻人加油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留到这了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打开 订阅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